感谢志诚的邀请 非常荣幸能够来到纽约文化沙龙 因为我来了已经两周了 前面都是在耶鲁还有杜克等等 一些做一些英文的演讲 所以其实今天太好了 我终于可以用中文来讲了 就是感觉心理负担少了很多 对我先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北大中文系跟艺术影视编导的双学位 但是我毕业之后 基本上都是在科技大公司 像Google像百度 然后一家做虚拟现实跟动作捕捉的 科技创业公司工作 然后主要是做市场跟品牌 这样的一些事情 那么但是在我日常的工作之外 其实我是从很小就开始看科幻 然后16岁发表第一篇作品 在科幻世界上 可能大家有很多都是看过科幻世界的这样一些科幻米 然后就是一直把这个兴趣爱好一直坚持了下来 就是包括在这本荒潮 其实写作也是在Google工作的期间 所以昨天我们在Google 那个演讲的时候 我说这是我的20% project 就是大家知道Google有一个传说 就是每个人有20%的时间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 但其实这就是一个传说 就其实比996还惨 对 开玩笑 开玩笑 就是环境还是很好的 而且包括同事啊老板都非常的open 就是也知道我在写小说 有时候可能就是用上班零散的时间在写 所以那本书其实就是从2011年到2012年 在Google的工作的期间 然后写出来 然后2013年中文版出版 然后6年之后 在美国 然后英国 然后接下来还有八个语种这样的 不同国家的版本出来 英文这边是刘宇坤 也就是三体的翻译 Ken Liu作为我的一个翻译 然后也是三体的出版社Tor 在这边出版 所以其实这个非常有意思 因为上次我来到纽约也是七年前 七年前 然后我去拜访了Tor的出版社 我那时候还是一个粉丝 就是我那时候都书没写出来 然后根本就没有想到说 七年之后 当我再次来到纽约的时候 是来宣传我的这个新书 所以也是非常的 觉得冥冥之中 可能有一种缘分吧 跟纽约这边 所以今天也是非常高兴 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交流 因为说是沙龙 肯定咱们是以交流为主 然后我会 今天也是跟志成兄这边 我们之前交流了一下 到底跟大家聊一下什么 因为大家可能很多人都看过三体 很多人知道刘慈欣老师的作品 那么其实在国内也是一样 基本上自称科幻迷的 可能80%甚至90%以上 他都只看过三体 或者只知道刘慈欣老师的作品 但其实对科幻来说 它是一个非常宽泛的 非常broad的一个光谱 它其实有非常多不同风格 不同面向的这种创作 那么其实今天我也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科幻的一个发展的历史 包括有非常多的这种 理论家在历史上 他去分析为什么科幻 他具有一种独特的一种 不管是认知上 还是审美上的这种特质 我认为它是在当今社会 最重要的一种文学的样式 那么这句话也不是我说的 是那个尤瓦尔赫拉利说的 就是那个人类简史未来简史的那个作者 所以接下来我就会跟大家讲一下 包括科幻的一些理论的一些背景 然后包括它与科技之间的这种张力的关系 我相信大家可能很多也是 从事科技相关的行业 那么觉得现在包括在中国在美国 其实科幻都是被比较看重的一个种类 很多在研究科幻 包括国内其实是从政府的层面 他们非常希望借助科幻这种文学 去推广科学精神 包括这种普及科学的这种思想等等 但是这个在历史上是有回应的 那么这个东西到底是有没有根据呢 今天我们也会来聊一下 那么其实回过头来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作为一个现代科幻小说的一个定义 现在学界普遍是认为1818年 在玛丽雪来写的这个Frankestown 也就是译成科学怪人 它其实是现代科学小说 科幻小说的一个起源 那么回到当时的一个历史背景 其实正好是在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 那么在欧洲大陆上 其实是黑死病肆虐的一个状况 当时有了这样一个机器化大生产 然后包括有了生物学 包括电磁学 种种这种科学上的突破 那么玛丽雪来 其实是将这种生物学上的知识 跟电磁学的知识 做了一个结合 那么写作了一部科幻小说 叫Frankestown 讲的就是一个科学家 他通过科学技术 创造出来一个在世界上 并本来并不存在的一个怪物 那么这怪物获得了生命之后 他拥有了自我意识 那么他开始思考自己在这个 人世间的这个位置 包括他与这个创造者之间的关系 那么他最后其实是 这个创造者被自己的造物所毁灭 那么这就是最初的科幻小说 这部Frankestown 所探讨的一个议题 那么这样的一个议题 其实放到现在 依然是非常的有警醒的作用 比如说去年我们非常 引起特别大争议的基因编辑技术 基因编辑婴儿这样的一个事件 那么其实正好也是回应了 这样的一个议题 就是当我们拥有了某一种 足够强大的科学技术之后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权力 用他来创造一些 或者改变一些生命的样态 那么在创造者与被创造者之间 他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什么样一种权力的结构 其实这就是科幻小说 我觉得他在历史上每一次 他的兴盛 他的崛起 都是与整个大的时代背景 有非常强烈的关系 那么我们可以看中国 其实中国回过头来看 我们可以说他有三次科幻兴起的这种高潮 那么第一次其实是在晚清 也就是1902年到1912年 其实正好就是在今年咱们五四 一百年前之前的一个状态 其实我觉得这一波的高潮包括1902年梁启超 他第一次创作了新中国未来记 他其实可以算是最早期的一波 就是通过引进 以及原创这种科学小说 当时是翻译成科学小说 因为是从Science Fiction直接翻译过来 那么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文学样态 来启迪民智 来提升我们民族的一个科学理性的这种思想 但是很遗憾他们失败了 因为中间尽管有包括包天校 包括鲁迅等等 他们其实翻译了凡尔纳的《越界旅行》 《地心游记》等等这样的一些小说 然后创作上其实有非常多的这种尝试 但是回到整个大的时代背景 其实是传统的力量 包括民众对于科学这样的一个概念 他其实是没有认知的 所以这波高潮其实非常的短暂 而且就是很快被这种民族救亡的 这个大的时代背景所冲散了 其实我觉得这波高潮 其实是为1919年的五四运动 提供了一个思想上的准备 因为非常多的当时的人人知识 包括那些文学家革命家 他们其实都参与到了这波科幻的高潮 包括之后兴起的这个白话文的这种新文化运动 其实都是同样的一波人 那么这波人其实从这个科学小说 从这个舶来评里 他获取了对于民主科学这样的一些比较原初的概念 因为当时他们意见的非常多的小说都是乌托邦小说 乌托邦小说大部分都是来自于西方 他会幻想一个完美的政治体系 那么其实这样的一个政治体系 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是不可能存在的 包括梁启超在他的新中国未来记里 他幻想是1962年中国召开世博会 在上海浮东这样的一个地方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非常有先见之明 然后万国来朝 对但后来也确实发生了 就是只不过把他比他幻想的要晚了那么40年 对所以其实在当时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强烈的一种 爱国救亡的这种渴望 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文学形态 能够改变中国人 改变整个中国社会的这种鸡贫鸡弱的现状 但是他们失败了 那么第二波热潮其实一直要到建国之后 非常晚近的时间就是文化革命之后 因为虽然在文化革命之前 比如说五六十年代有过一些零星的创作 但是基本上都是研习了苏维埃体系的 比如说他们会很强烈的用科幻小说去做一些 普及性的就是popular science的这些工作 包括会很强烈的把当时的 比如说大跃进 比如说感应超美这样的一些 在国力上的在生产力 包括农业上的这样一些大的一些举措 然后折射到他们的创作里 比如说有割掉鼻子的大象 其实讲的就是通过基因技术来培养出一些 能够长得像大象一样大的猪 就是这样的幻想其实在那个年代非常的多 所以一直其实到了改革开放之后 1978年 第一部出来的科幻小说是 小灵通漫游未来 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听说过 或者看过这样的作品 但其实他写作是在文革中 他其实写于文革期间 但是大家知道文革期间 其实没有这样的一个发表的一个机会 那么其实1978年 这本书出来之后 马上就洛阳指挥变成了 一下子畅销数百万册这样的一个作品 可以说是三体之前最畅销的中国科幻作品 所以大家在这部作品里 其实可以看到 他同样是继承了之前对于乌托邦是未来中国的一个想象 他写的是在21世纪的中国 那么车都是在天上飞的 然后我们有机器人作为我们的一个助手 然后我们吃的肉都是在实验室里栽培出来的 甚至有人造的月亮 然后穿上的衣服都是可以根据外部的这种光线去改变颜色 包括写到芝麻可以长得像西瓜一样大 这样的一些想象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文化革命之后 大家非常强烈的想去改变这个社会现状的 包括生产力的解放 包括思想上的解放 其实都在科幻小说的这波热潮里去呈现出来 那么这波其实也非常的短暂 因为到了1983年又出现了一次政治运动 叫做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这样的一个政治运动 那么当时就把科幻小说作为这样的一个精神污染之一列入其中 那么当时其实非常多的科学家站出来说 你们写的都是伪科幻都是民科 就是包括当时有一部特别有名的就是写的是在喜马拉雅上发现了一个恐龙蛋 那么恐龙蛋里有一些这样的一些遗传物质 然后可以通过这个遗传物质复制出来一些恐龙 那么这样的一篇小说就被当时的非常著名的古生物学家 加以批驳 加以甚至在比较主流的这种官媒党媒上去进行这种批驳 那么这个结果就是导致一大波的科幻作家 他就放弃了写作科幻小说 包括叶永烈老师就是写小林通漫游未来的作者 他就转向了写作政治人物传记 所以这样的一波非常短暂的科幻的高潮也就这么过去了 所以到现在其实我们把自己看成是在第三波的这样一个中国科幻兴起的新浪潮 它其实是从1999年开始 为什么是1999年呢 因为那年发生了一件事情是跟高考有关 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个是经历过高考的 应该 对 所以那年其实作文卷里出现了 那个语文卷里出现了到作文题叫做 假如记忆可以移植 对 就是这样的一个题目 其实跟99年科幻世界上的一个专题文章是完全一样的 就撞题了等于说是 所以当时这样的一个结果出来 许多的家长老师他都觉得读科幻原来可以帮我的小孩 我的学生在高考里取得更好的成绩 可以考到更好的学校 其实在中国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 它有一个非常实际的功利性的一个导向在里面 所以一下子科幻世界在当时变成了全球最大的科幻杂志 每期可以达到40万册的这样一个发行量 你想在美国可能当时最主流的可能一个月也就一期 大概是4万册已经很了不起了 但是中国就是一下子40万册 所以就非常多我们现在熟悉的像刘慈欣老师 王静康老师 韩松老师 也包括我这一代比较年轻的一代作家 都是从科幻世界这本杂志开始了我们的创作生涯 所以这波浪潮也非常的有意思 因为从科技上来看 其实90年代末正好是PC 就跟电脑跟互联网刚刚在中国大陆开始普及开来的一个时间 那么这样的一波科技发展的浪潮 跟这可以说是20年间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这个地位的变化 也是非常的密切相关 包括后来有了三体 有了流浪地球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一个非常历史性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变动中的一个折射 那么我觉得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阶段 其实非常像美国一百年前 就是美国科幻处于一个叫做黄金浪潮的一个时代 那么那时候其实处于一个一战跟二战之间相对和平 相对生产力比较发展的一个时期 那么非常多的人包括从国家层面到个人层面 其实对科学技术是有一种非常乐观主义的态度 他们相信技术可以解决大部分的社会问题 如果不是所有的问题的话 那么所以当时出现的非常多的科幻作品 其实就是对于这种科学乐观主义精神的一种体现 那么包括像外太空去拓展 包括像非常多的星际航行 包括非常多的机器人AI这样的一些描写 其实当时就已经有了一些端倪 那么其实回到现在 我们会发现这样的一种科学乐观主义精神 其实在刘慈欣老师的作品里是非常的明显 因为他自己在访谈里他就说过 什么民主什么人性其实都是不太重要的 只要你科学能够一直发展 我们的社会就能够一直解决我们所面临的所有的问题 但这个说法是否正确我们就先不提 但是这个东西确实是在他作品里有非常清晰的体现的 那么我觉得这个一个作品要成为一个现象级的作品 它要成为一个时代精神的一个印记 那么其实不是说他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更多的是他在这个情绪层面上 他能够应和社会大众的这个浪潮 就是所谓时代精神Zygast的这个体现 那么包括前两年的 为什么像战狼 像这种红海运动 红海行动这样的一些作品 他能够在中国市场这么大卖 我觉得最核心的一点就是他捕捉到了 而且去呼应到了这样的一种时代的情绪 所以其实我觉得三体的流行 三体的爆火 绝对不是说一个历史性的偶然 它在背后有非常深刻的历史性结构性的这样一个原由存在 所以这个刚才已经说过了 就是像梁启超的鲁迅的 包括一系列的原创的这种作品 然后这是小灵通的《漫游未来》的这样一个作品 然后这是就是现在我们列出来的 大家如果不太了解当代中国有哪些人 除了刘慈欣老师之外 有哪些作家的话可以按图所记 就是基本上代表的人物可能都在这里 就是所谓的四大天王 就中国特别喜欢这种四大天王八大金刚 然后现在还搞了一个108将 就是中国科幻108将群英谱 对就感觉好像是水湖里面的要造反一样 梁山好汉一样 对就是像我们这代就是7080后这些人 就是也很有意思 大家可以看到就我们的背景都是比较相似 就是这里面可能一半是北大 一半是清华 就一半是理工科背景 一半是人文背景 但是很多可能他读博士的过程中 他其实横跨了几个不同的领域 也有人文的也有理工科的 所以我觉得作为科幻小说来说 包括王靖康老师 刘慈欣老师 他们都是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出身 就是刘电工我们就不说了 梁子官的刘电工大家应该都知道 王靖康老师其实也是河南南洋 一个大厂的一个总工程师 就是绝对都是有这种非常过硬的专业背景 那么韩松老师现在是新华社对外评论部的副主任 也是一个副局级的这样一个干部 那么基本上中国所有的新闻 如果要对外去宣传 要翻译成英文 需要他审 就是哪些可以说 哪些不可以说 要怎么说 就是他来把关 所以他就是一个这样核心的男人 就是决定了中国对外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去输出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这样的一个作家的群像 大家会看到科幻小说 其实不是一种容易创作的种类 它的门槛很高 它不仅要求你有基本的这种科学素养 它要求你有很严谨的这种逻辑思维的能力 那么它也包括你有一定的人文的一个基础 就是你至少写出来的东西是个小说 而不是就是一个像故事会一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创作是有门槛 那么同样的阅读它也是有一定的门槛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说 科幻是一个小众的 甚至是边缘的一种文类 因为它真的不是说每一个人 他拿起来就能看得进去 而且能体会到里面的一些特别微妙的一些地方 比如说我推荐过三体 给我非常多的朋友 但是很多都是第一本都看不下去的这种 甚至有些说看到那些科学的部分我就跳过去 然后跳到最后我就不知道自己在读什么了 对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 所以其实作为科幻小说来说 它有非常多不同层面的这种去读解 去欣赏的这样一些层面的意义在 所以再往后我也会再介绍一下 为什么它会是这样的一种特别的特殊的一种文类 对这就是我们的刘老师 这是现在三部曲已经翻译成几十种文字 然后在全球范围内也是绝对现象级的一个畅销书 在国内已经卖了 我觉得应该有千万级的这样一个销量 然后电影当然是遥遥无期了 就是这个我们都不愿意再提这个事情 对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流浪地球这一波出来爆火之后 其实也是给大家一个非常大的信心 因为之前我们可能跟很多的电影公司 很多的这种行业里的投资人说 我们想做中国科幻电影影视 大家多半都会抱一种怀疑的态度 一个就是你们能做得出来吗 第二个就是你们做出来了有人会看吗 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两个最核心的问题 但是现在我觉得这两个疑问已经不复存在了 就存在的问题就是下一部流浪地球什么时候会出来 就是因为大家知道这是一个非常要求工业化程度最高的一个电影的片种 它要求非常多的环节 非常多的工种高度的协作能力 然后它在制作上也要求是最高的 所以我觉得流浪地球绝对是一个非常里程碑式的作品 虽然大家可以看到可能中间还是有很多的缺憾在 但我觉得这个历史性的这个意义还是非常值得去肯定的 而且是像国外现在是Netflix应该是一百多个国家马上就要上线了 就是把这样一个中国的科幻的一个代表性作品让更多不同文化背景人看到 但是我今天看到一个评论我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 他就说Netflix在做这部片子的时候 他英文配音里把非常多里面涉及其他国家的一些这样的东西给去掉了 比如说是日本人首先回来然后帮助去推那个东西 然后比如说中间有非常多的车就是韩国的美国的 然后他们最后决定说回来包括俄罗斯的 说是就是在字幕里把这些都去掉了 然后导致这部片子在IMDB上的分数一直在下降 但我不知道这是是不是真的我看到有这么一个评论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 对这这幅我觉得挺有意思 就是所以现在其实在中国大刘是一个像神一般的男人 就是基本上很多的商业性的活动 政府的活动都想邀请他去出席去站台 这样子因为包括潘石一老师就是前不久也给刘老师拍照片嘛 他是一个业余摄影爱好者 然后在拍照片的时候就问他说那个就是对三体里 包括对整个行业包括互联网行业的一个看法 然后大刘就说这就是一本科幻小说 你就是随便看看就好不要太当真 对但是这也是代表了就是两种不同的身份 他对科幻的这个东西这个文类 他的一个意义和价值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判断 因为我曾经接到过这样的一个要求 就是来自一个房地产商 他想请刘老师去开幕剪彩 就楼盘落成了想找他去剪个彩 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其实会把科幻小说作家 尤其是刘慈欣老师当做一个就是怎么说 就有点像神棍也不能说神棍 对对对不是神棍就未来学者 未来学者就是他们觉得科幻小说作家 能够看到比一般人更远的一些未来 能够去洞察一些一般人所无法洞察的一些东西 甚至包括在很多国家层面 包括一些非常大的一些投资机构 比如IDG请了刘慈欣老师 做一个未来的战略观好像是 对对就就类似这样的title有很多了 就是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 包括尤瓦尔赫拉利 其实他在接受采访时说 就是说科幻小说是现在最重要的文类 那么到底他有没有这么重要 或者说他怎么样去发挥这样一个重要的作用 他是否能够预见未来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一个话题 包括刚才志诚老师说 科普跟科幻之间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科幻作品是否应该承载着这些去普及科学知识的一些功能 因为回到八十年代甚至五六十年代一直有这样的争论 就是科幻小说里的科到底应该是占多大的比重 或者说他到底应该严谨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 包括流浪地球出来之后 那么多的这个连篇的讨论里面的科学设定 包括种种甚至有人会计算里面所有的这些数据是否严谨 那么其实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我们如何对待科幻 这个就是刚才说过的 其实我觉得科幻小说可能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时代 它其实是帮助我们更好去把握 更好的去认知当下这个现实的一个文学体材 它可能比传统的文学样式要更适合去体现这个科技 在我们日常生活里所扮演着这种角色 那么其实这是达克苏文 他是一个南斯拉夫籍的南斯拉夫裔的加拿大人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左派的一个学者 那么他很多的思想是来自于俄国的形式主义 那么其实他是最早在西方就去研究科幻小说的美学特征的这样一个人 那么他提出来一个就是在79年就提出了一个科幻小说 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认知的陌生化 叫Cognitive is Strange 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他其实列了这样的一个坐标系 就是纵轴是表示在文学里面 他的一个认知性 所谓认知性就是我们能够用理性去把握 它是符合逻辑的 那么下面相对应的就是非认知性 那么像横轴它其实是美学的风格 最左边的其实是自然主义 自然主义大家可能如果学过一点文学史的话 就是比如说左拉这种就是你看到什么东西 就把它原本本的记录下来 就尽量的接近我们人所能感知到的现实世界的面貌 这样的一种东西 那么最右边其实是一种陌生化的一种审美的效果 那么它就是远离我们的日常审美 包括我们日常生活对种种经验的这种认知的习惯 那么其实它就是把这样的不同的一些文学类别 放置在这个坐标期 大家可以看到左上角其实是现实主义文学 因为它是从审美上 它是更贴近我们对于自然 对于这种真实世界的这种认知 那么它同时也是符合逻辑的 它所有的发生 所有的这种因果关系 它其实是我们能用理性去理解去把握的 那么在它对角线就是 其实是最陌生化 最非认知性的 它其实是一个像神话 像民间传说 像奇幻的文学这种 它其实是没有那么逻辑性 而且它在审美效果上是远离我们的日常生活的 所以其实我打过一个比方 就是如果你种芝麻得芝麻 那就是现实主义文学 你如果种芝麻得西瓜 那就是奇幻就是就是在这个右下角 但如果你种芝麻得到一个像西瓜那么大的芝麻 那它就有科幻小说 因为这可以通过生物技术 可以通过基因改造技术 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效果 但是它又是同时它有一个审美上的陌生化 但同时它又是理性的 它又是符合逻辑的 它可以用一个科学的一个理论去解释 那么这其实就是达克苏文对于科幻小说的一个 在这个坐标系上的一个定位 他认为就是科幻文学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形态 那么帮助我们对于一个日新月异的 科技不断在刷新我们对现实世界认知的这样一个时代 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把握当下的一个现实 那么这个其实毕业于哈佛 现在应该是在Quins College 执教的叫朱瑞英 他是一个韩裔美籍的一个学者 那么他其实在2010年就写了这么一本书 叫Do Metaphors Dream of Literal Sleep? 其实这个名字就是像Philip K. Dick的 就是电子羊 仿真人梦见了电子羊这么一个标题去做致敬 他其实在里面提出来就是说 其实科幻才是一种最高密度的现实主义 而现实主义只不过是一种低密度的科幻小说 他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其实是回到了一个古希腊的诗学的一个传统 就回到亚历士多德的一个时代 他认为亚历士多德就说 所有的文学所有的艺术 其实是对现实的一种模仿 那么模仿它就代表着中间 它有一个需要用预体用比喻 去帮助我们去把握本体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其实如果在一个传统的一个社会图景里 其实比喻跟这个本体之间 它的关系是相对一目了然的 但是到了现在到了一个科技日新月异 然后有非常多的科技概念 比如AI比如区块链啊 比如这种什么VR啊 什么这样一些量子计算啊 种种这些东西其实充斥在我们日常生活里 充斥在我们的一些话语体系里 那么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很难去用一个比喻 去寻找到一个对应的比喻去解释 这些抽象的一些概念 所以打比方说我们以前经常会用 信息高速公路这样的一个东西来比喻互联网 它其实是用高速公路这样的一个意向 让大家都能理解啊 原来连上了互联网之后 我们能够就是很快捷的去传递数据 去交换我们的信息 那么其实在科幻小说里 你会发现我们所用的这种比喻 它不仅是一个比喻 它同时也是本体的一个存在 比如说在头画玩家里 我们都知道它有一个绿洲对吧 它是一个虚拟的世界 那么其实它同时也是一个比喻 就是对于数字空间的一个比喻 但它同时又是一个实在 我们的主人公可以在绿洲 这样的一个虚拟世界里去冒险 去执行任务去成长 那么在科幻小说里就是 预体跟本体 它可以是同样的一个东西 但这样的一个美学 或者说诗学上的特征 在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里 其实不存在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朱瑞英 他认为科幻才是高密度的现实主义 只有科幻能够帮助我们最大的 最精确的 然后最深刻的把握当下这个充满了抽象 充满了不确定性的一个现实的图景 包括这个就是 大跃进时候的一幅画 就是这有诗叫做肥猪赛大象 对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这样的一幅画放在一个传统的一个 一个审美 比如说比喻的体系里 你就会觉得它是一个对当时 比如说这种大跃进 比如这种放卫星的这种 政治运动的一种讽刺 但如果是放在科幻小说里 你会发现说 它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存在的 你可以通过生物技术 就是我刚才说的基因编辑技术 它可以让肥猪真的是可以赛过大象 那么这个就是把他的这个本体 跟他这个预体统一起来 那么第三个人其实就是 Frederick Jameson 就是詹明信 他是一个就是后现代主义 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大师 他在也是在10年里 他其实出版了一本叫 未来考古学的学术著作 他其实在里面提出 就是科幻其实是一种 从未来看当下 从他者看自我的一种文学形态 他其实是更多的从 乌托邦跟反乌托邦 这个历史的源流 来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 他会讲到 当20世纪过后 其实是我们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 其实最早的乌托邦是从 如果算1526年 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 那个文章出来之后 其实经过了非常长的时间的发展 但是到20世纪之后 我们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 包括发生了越战 发生了核爆 包括苏联的解体 等等 这样一系列的 对人类整体来说 是一个巨大创伤的这一系列事件之后 乌托邦在文学里 其实变成了一种不可信的叙事的存在 所以没有人会相信一个乌托邦式的一个文学的形态 那么这个时候 其实他会发现 所有的社会的想象 其实都最后收敛到资本主义的这种社会形态 大家会觉得说资本主义是唯一的出路 就对西方的学者来说 因为所有其他的那些尝试都已经失败了 但是在这个时候 他会发现 只有在科幻小说的这种文类里 还存在着对社会的一些可能性的想象 包括非常多的对性别 对于种族 这样的一些非常敏感的议题的讨论 其实再回到六七十年代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 他都是在科幻小说里 以科幻小说的这种样貌去讨论 比如说他举到了一个例子 就是Ashela Green 就是美国的一个人类学家 同时也是非常有名的科幻奇幻作家 他是地海传奇的作者 他有一本书叫做黑暗的左手 就是讨论的是 在科星球上 其实不像地球一样 分为男女两种性别 所有的人都是一种 在大部分时间是一种中性的存在 也就是雌雄同体 那么只有当一个个体 在发情期遇到了另一个个体之后 他们两个人的性别 才会发生相对的变化 其中一方变成男性 另一方变成女性 但是这种转变是随机的 然后他们会交配 然后当怀孕的一方 会维持这种雌性的生物的性状 直到分娩完毕 那么下一次他可能遇上另一个人 他会变成另一个不同的性别 所以其实这整个故事讨论的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打破 性别二元论的基础上 我们所首以为常的所有的关于性别的想象 可能都是文化后天的建构 那么这样的一种对未来社会的豁然想象 其实他就打破了主流话语圈的一种 就是被禁锢的这种权利 所以他认为就是科幻其实就是这样一种 能够在一个资本主义时代 他能够打破这种思维或者话语的禁锢 给我们带来更多对未来社会形态 对于制度可能性的一种新的乌托邦的想象 它是一块思想的飞地 它是一个思想的实验 所以对于他来说就是他现在还在Duke 就是我上周刚从Duke来 大家都没看见他 他现在就是年纪也挺大的 但是他的这个理论 现在还是在学界非常的有影响力 因为他确实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方向 从这个乌托邦的这个思想的源流 他点出了科幻小说 在当下所具有的比较重要的这种探索性 这就是他的黑暗的左手 他指出科幻是认识现实的一种间接的策略 就是通过对现实的一种制度性的否定 比如说在黑暗的左手里 他是对性别二元论的一种制度性的否定 他完全打破了这东西 他建立起一套新的性别流动的这种体系 所以我其实非常强烈建议 如果大家是对不一样的科幻 就是不是硬科幻 不是充满了科学描写的那种科幻 而是对于人文 对于社会 对于这种非常重要的性别议题 社会议题 感兴趣的这样一些读者 我觉得他的著作 其实非常值得去拜读的 那么谈到那儿就是 现在我们要到第二个话题 就是关于科幻与科技的这个关系 其实现在在中国非常多的 从政府到学校 然后包括到一些企业 他们都会非常希望说 从科幻作家的身上获取一些灵感 或者说不管是对下一代的教育 去激发他们对于科技 对于科学的这种好奇心和热情 还是说在实际的产品 或者说服务的研发过程中 他们希望说能够把科幻作家involve进来 能够跟他们现有的这种研发体系 去产生一些这样的一些碰撞 这样的一些化学反应 所以其实我们需要回过头去看到底 科幻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能力 或者说他跟科技创新之间 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正向相关 那么什么是创新 其实我们需要一个界定 我觉得因为我们时常会把创新 跟创造力混为一谈 当然创新是离不开创造力 但是我们更多的是从一个产业 从一个商业的一个模式里来谈这样一个创新 他更多的是解决了一些以往用户 所没有被满足的一些需求 那么他同时运用到了一些新的科技 来实现这样的一种需求 那么他在市场上与其他同类型的产品 与服务是有一个区隔性的 那么我觉得满足了这三者的一个交集 他其实就可以称为一个创新的一个行为 那么我们可以从科幻小说里去得到什么样的启发 对于我们的不管是个人还是企业机构 还是说一个从政府层面社会层面 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些创新的一些启示呢 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家 他叫阿瑟·克拉克 就是我从小读他的作品 包括大刘说自己的作品也是 对克拉克比如说2001太空漫游的 拙劣的那个模仿 但是他是比较谦虚 他不光是科幻小说作家 他同时也是提出了通讯卫星理论 这样的一个科研工作者 他也在英国被授予了绝世的这样一个勋章 所以他其实说过一些非常重要的话 就是当然就是这样的话可能放在哪 你都会觉得说挺有道理的 就是比如说他说过 叫做克拉克法则之一 就是可能性的边界在哪里 只能通过不断向不可能的方向一点点的冒险 超越来发现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 任何足够先进的技术初看都与魔法无异 就是这个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现在把你扔回到古代去 可能也就几十年前 或者说那个上百年前 那么大家现在所拥有的这些科技 可能在那个时代的人看来都跟魔法跟巫术是非常像的 那么同样的如果来自一个另一个星球 另一个文化 另一个文明 或者说来自未来的人 他们带着他们的科技 可能在我们看来也是像一个巫术 像一个魔法一样的存在 那么其实科幻历史上 我们可以看到他跟科技的创新是有非常强的一些相关的 我们可以寻找到一些这样的一些 直接受到科幻小说启发的例子 作为佐证比如说这是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 他其实就是讲的是NEMO船长驾驶着鹦鹉罗号 在海底进行冒险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他其实直接启发的是一个叫Simon Lake的一个年轻的工程师 他后来成为了现代潜水艇之父 他其实就是从这部作品里得到了非常多的关于潜水艇 应该是怎么样他怎么样去运作怎么样去实现非常多的功能 这样的一些灵感 然后他把它运用到了现代潜水艇的一个发明里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在2001太空漫游里出现过的 这部作品拍于1968年 那么当时如果你看到他的话 就其实一开始没多久就是在太空船的里面 然后他们是拿着一个像PAT一样的东西 在看上面的视频 在看上面的一些报纸 那么其实这就是回到前几年 就是还是围绕着这样一个形态 就是Tablet这样一个移动计算的设备 它这样的一种形态 三星跟Apple其实展开了一场诉讼 就关于这个产品形态 到底是谁先提出来的 后来反正有一方说 你也别说什么了 就是1968年在这部电影里 人家已经把这东西拍出来了 所以就是也不属于你也不属于我 我们都是从那个科幻小说里得到的这个灵感 那么这个是雷布拉德波里 一本非常著名的《华视451度》 《华视451度》其实是指的燃点 它讲的其实是在未来社会 消防员其实不是一个灭火的一个功能 而是它去纵火 它要去烧掉一些禁书 就是这样的一个未来 反乌托邦的一个设定 那么它在里面其实描写到 这样的一些消防员 它每个人都带着一个设备 然后通过这设备能够听到一些通讯啊 这样一些交流的一些讯息 那么其实就是启发了后来蓝牙耳机的这个发明 那么在VR行业就是我原来所处的这个领域 其实跟科幻的关系更为紧密 就基本上非常多的实验室包括工程师 他们都是直接从科幻小说里拿过来一些概念 然后放到行业里面去 比如这是1932年的一个非常短片作品 就皮革马利翁的眼睛 它就设想了在未来有这样的一种眼睛 它可以看到听到甚至闻到一些现实物理世界里 所不存在的讯息 那么包括Oculus 其实它的创始人Promelaki 他其实非常喜欢Ready Player One这本书 甚至他会把这本书发给公司里每一个新进的员工 甚至把这个人邀请过来 因为他认为在Ready Player One里 对于VR整个装备 包括身上的这些体感装置的这种设计 是非常的可行 非常的贴近现实里面的工程学的这样一个想法 那么包括在1992年 Neil Stephenson 他写了一本叫做Snow Crash雪崩的这样一个Cyberpunk的小说 他在里面提出两个概念 一个叫做Multiverse Multiverse就是指的是整个虚拟的空间 然后另一个概念叫Avatar Avatar就是我们所拥有的这样一个虚拟的化身 所以其实这两个概念 后来都直接被虚拟现实行业直接拿过来 就是一直做一个行业的标准在用 就是现在我们提到所有的 在虚拟空间里的这样一些化身 我们都是会有Avatar 包括James Cameron的那部电影也是用Avatar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么包括这个也是 这个是从星际迷航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个美国的聚集里 他其实Captain Kirk他就已经用这种随之可以通讯的这种工具 他也是直接启发到了一个年轻工程师 后来七十年代加入了摩托罗拉 他就直接就是成为了这样一个移动电话的发明者 那么包括最早的HG Wells Wales在这个The World Set Free里面提出了 包括原子能的应用 包括在世界之战里这种激光的应用 其实都是远远超前一世代 然后也是启发了后来包括像原子弹的诞生 包括像这种激光的这种传输信息的工具等等的 这样一些科研的工作者 那么这幅图其实挺有意思的 大家可以看到在左边其实讲的都是在一些科幻影视里出现的这种科技的概念 比如这里有无土栽培 有这样一些什么飞行车 有这样一些什么头戴式显示器 那么在右边其实它是在现实世界里出现的一个时间节点 中间有一些带颜色的线把两边连起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不是一个非常线性的关系 就有些时候电影里是早于现实世界里出现 但有时候电影里其实宛于现实 甚至远远远于现实里出现的时间 比如这个无土栽培技术 就是可能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场景让它在影视里去呈现吧 所以就是它其实在现实世界里早就在一九四几年的时候就已经出现 但在科幻影视里一直到可能九几年它才有这样的一个展现的机会 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些启示 就是在科幻和科技创新之间 它未必是一个一对应的 也不是一个线性的一个关系 它有很多时候它是一个互相激发 机身弹诞生机的这样一个有机的互动的一个关系 那么其实我后来就把这样一个 包括在公司里 在一个技术机构里 我们怎么样去做这种创新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其实跟写科幻小说的过程 我做了一个对比 因为原来在百度也是在产品市场部门跟前端的研发 也是非常密切的关系 其实我觉得在两者之间有非常类似的这样一个步骤 所以我觉得可以把它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一个概括总结 首先就是连结 我觉得所有的这种创新包括想象力 它都是来自于对于完全不相关的两个领域 两个概念之间建立起这样连结 所达成的一种效果 就像Steve Jobs说的 connecting the dots 这其实是所有的创新 所有的想象的一个最初的一个起点 就是在不同事物之间建立起这样的一个联系 那么联系之后 其实来到第二个环节是发问 其实对科幻小说来说 它最核心的一个是what if 就是如果怎么怎么样 那么会怎么怎么样 就这样的一个问题框架 它会贯穿在我们写作科幻小说里的每时每刻 所以对于一个创新者来说 他同样的是要提出属于他的问题 我的这个创新是能够解决用户的什么样的问题 什么样的需求 不管是实际的需求还是情感上的需求 那么它是满足了这需求之后 它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什么样的一个结构性的冲击 那么这其实就来到了第三个阶段 我们要去观察 所谓的观察就是 我们会把一些人 一些角色放到这样的一个问题里面去 那么其实就是 有点像是世界观设定底下 你需要有一个人物去承载这样的一个故事 承载这样的一个情感 那么在创新领域其实也是一样 我们看到太多的这种创新 它其实是远离了人 远离了个体 我们把人很多时候看成一个数字 看成一个用户data 看成了一个ID 但是其实对每一个个体 每一个用户来说 它是有血有肉的 它是有自己的整个background 它有自己的整个跟真实世界的这种连结 那么其实我觉得在创新里面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你要把人的这个因素带进来 放到你的那个scenario 带到你的情境里去观察 它到底会因为你提出来这个大问题 你提出来这个solution 它会去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那么第四个环节我觉得就experiment 就是在科幻小说里 其实经常会发现 把一些可能性推演到一个极致 比如三体里面也是 就是红纪元乱纪元 这样的一个非常极端的设定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极端的设定里 我们去考验 就是社会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包括人性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这其实也是我们在做产品 或者说技术 或者说其他什么类型的创新的过程中 我们特别需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找到风险的一个边界 比如说无人驾驶汽车 我们都知道它是可能会极大的提升 我们的社会运行的效率 我们会极大的节省 每个人的这种日常出行的这种烦恼 但是我们同时也是要把这样的一些 极致的情境带进来 我们去思考 如果发生了一些意外的时候 到底这样的一个责任归属方是谁呢 是汽车 是算法 是坐在车里的这个人 还是别的什么东西 这是每一个创新过程中 我们都必须去拷问自己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整合 其实对于小说来说 我就是要把前面所有的这些环节 所有的不同的层面 我把它变成一个有血有肉 跌宕起伏的一个完整的故事 那么对于一个创新者来说 其实就是要把这整个东西 Package成为一个可以对上下游 对整个生态 对里面整个环节都能够去放到大市场上去进行规模化应用 去规模化服务我们的用户中端用户的这样一个完整的形态的一个产品或者服务 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我希望很多做工程的做科研的人 其实他们应该学着写一些小说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其实是一个工程师文化非常重的一个国家 包括我们非常多的领导也是工程师出身 他们很多时候会以一个工程的方式去思考问题 他们会觉得我们要从技术角度 我们要从一些细节我们要从制度设计上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但往往我们可能缺乏了一种人文的关怀 我们缺乏对每一个个体的这种作为人的这种尊严 作为人的价值的这种体振和尊重 所以其实我觉得作为科研小说来说 它是连结两者的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桥梁 它需要把科学的跟人文的这样一个东西联系起来 就像是乔布斯说的站在人文与科技的一个十字路口 当然罗永浩也说自己站在十字路口 但是他现在就是可能找不到自己站在哪 所以我觉得其实在中国非常重要 我们可能是要让更多的去做顶层设计 或者说基础技术去实现这些技术的人 我们要给他一些人文的这样一些 培训也好熏陶也好 我们让他们去更多的思考 他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可能都会影响在未来 百万人千万人甚至亿万人的生活 其实这个东西可能是他在做这样一件事情之前 他没有想象的 比如说贺建奎 他绝对就不会想 他所编辑的这些婴儿 最后他们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他们出来到社会之后 他面临什么样的一种压力和目光 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是在中国现在特别急需的 我们需要去普及的需要去宣传的一些 一些人文主义的一些东西 那么科幻小说其实可以做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载体 那么这些其实就是 主要是在美国这边 我所接触到的一些大的机构 包括这个是X-Prize Foundation 就是他们是跟包括Google 包括跟高通 包括像全日空等等 他们会经常做一些这种 全球性的征集 比如说以色列不是刚 一个民营的一个机构 他要登月 然后他最后失败了 这其实缘起是来自于X-Prize基金会 几年前跟Google的一个合作 就是民间力量怎么样去登月的这样一个计划 那么他其实是给出了100万美元的 这样一个奖金 但是最后就谁也没拿到 因为经过了10年吧 好像是大家都失败了 就这个真的是很难 但这个基金会的创始人就是 我忘了叫什么 Peter什么的 他是一个非常死忠的硬核的科幻民 所以他其实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都是为了把科幻的想象 能够带到现实世界里面来 包括跟大企业的这种联系 这种合作 能够让这些想象力 科学的想象力 能够通过某一些途径去落地 那么这其实是那个Arizona State的 那个大学的一个科学与想象力的研究中心 那么其实他非常多的项目 都是围绕着未来 围绕着人类的想象力 围绕着科技 如何与我们的生存去产生关系 以及包括科幻在里面 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比如说他去年其实做了一个 Frankestan 200周年的一个大的游戏 就是在他们所在的区域 它是一个定向越野 然后去寻宝这样的一些游戏 那么这个其实是 他们把一些学生放到一个最暗的现场 然后通过这些分析 然后让学生们去通过这种 推测性的叙事方式 然后掌握一些知识 然后得到自己的一些答案 其实也是非常游戏化的一些尝试 那么包括他们也会有 比如说科幻里面的怪物的这些形象 他们是否符合生物学的这样一些原理等等 还会有这样的一些展览 包括这是AI的艺术展 就所有的话 所有的这些书法 可能都是由AI 由机器人去创作出来的 对 大家可能不知道去年就是 加世德在纽约拍了一幅画 就是由AI 就法国的一个团队 他用AI去学习了从14到 好像14到20世纪的数万幅这样的肖像画 然后他自己通过算法去生成了 一个家族的肖像画 然后其中的一幅去上拍 最后拍了300万人民币 就是这个远超出它的那个底价 所以其实我们之前会觉得说 可能AI啊 机器人啊 在非常多的领域 可能还是无法挑战人类 比如说创造 比如说艺术 这样的一些领域 但现在其实他们也在慢慢的 在改变我们对于这些 可能人类 以往觉得自己是 独具一致的 这样一个地位的 这样一些东西 在发起挑战 那么包括这是他们的一些出版物 也都是在研究这样的一些东西 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总结起来就是 包括我们之前说的很多人在质疑科幻里面的这种科学性是在哪里 其实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把科学的真实跟叙事的真实分开来 其实作为一种叙事的艺术 我们更多的是接受的在它的一个大的世界观的前提下 它后面所有的情节展开都是符合大前提的逻辑 所谓的叙事真实是我们要追求的一个目标 这就是在文学上有一个词叫 Suspension of disbelief 就是你读任何一个虚构作品 你看任何一个电影 其实你都需要某种程度上 悬置你的怀疑 因为你不可能按照真实世界的这个逻辑 来评判它这个虚构作品里的所有发生的事情 那么如果这样的话 没有一部科幻小说是应该被写出来的 因为它总会有某些地方是偏离了现实里面科学的发现 那么也没有一部电影应该是被拍出来的 因为大家知道在时空里面 我们看到的是荧幕上两个小时里 集中呈现的一个戏剧性的冲突 那么在现实世界里其实是 它是一个离散的状态 它很多东西是没有逻辑可言的 但如果你要在大屏幕上去如实的呈现 那么这东西就没法看了 所以其实回到科幻本身 我觉得它是这样的一种种类 它能够让我们旋置对于现实的这种 对于叙事的这种怀疑 那么它是能够帮助我们拓展对想象的这种边界 那么同时在创作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非常多的去吸取科幻的想象 然后把这些想象的步骤 想象的一些机制 化为我们在现实生活或者工作里 创新的这种步骤和机制 我觉得它是有非常大的启发 但是永远不要把所有的期望 就是放在科幻小说 或者说科幻作家的身上 我觉得那就是一个非常不切实际的一个做法 也是会让科幻小说这个种类 偏离了它本身所应该有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周期 就是文学终归是文学 你不可能期待它像灵丹妙药一样去解决所有的问题 就好像鲁迅先生 就是他细一从文之后 他最后也会发现说 这个东西是非常无力的 他没有办法去解决所有的这些东西 包括一百年后 回到今天我们是五四 那么我会说五四所倡导的爱国进步科学民主 这样几个关键词 其实可能现在在中国还是一个期待完成的一个状态 就是包括对这几个词的概念的理解 我们很多时候可能还要探讨 这个共识的边界到底在哪里 所以其实今天跟大家来这里分享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从这里面获取一些启发 然后可以去看更多的一些不一样的科幻小说 然后从科幻小说里面能够得到一些新的启发 新的灵感 然后希望接下来能跟大家有更多深入的探讨交流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叫陆从云 然后我的后卖 因为这边有后卖的朋友 我叫叫慕明 然后这也是我用来写科幻小说的笔名 我是一个谷歌的工程师 目前在daydream组 就是Google做AR和VR的大组来工作 听起来工作好像就比较科幻 但实际上我是业余写科幻小说从2016年开始写的 然后写了大概三四年吧 现在有一些短片还有一些小中片 还是一个入门作者 然后之前也是跟陈老师在活动上认识的 我觉得是一个陈老师对我们来讲 一个是我也是他的读者 另外我觉得是更新在作者里面 我觉得他是非常有想法 而且他能够很好地把对科幻看法 以及他就是一些创合作物分享给大家的一个作者 所以我邀请他和包括志成 我们一块把这个《纽约文化商》这次演讲呈现给大家 所以也谢谢大家来这儿 现在这个环节呢 我觉得我们就可以稍微自由一点 我会抛砖引语 这个抛了砖其实就是我会先问一些问题 但是大家完全可以就是说如果你觉得OK 这个问题也挤发了你 或者说你已经有了什么问题 也可以直接来问传老师 我觉得我们就freestyle 我觉得我像第一个问的陈老师问题 是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 是没有多少同学看过陈老师的书 因为陈老师刚才在演讲中提到 很多科幻他火 比如说单体 比如说楼梁地球 他是因为反映了那种时代的精神 然后我就觉得陈老师 你觉得你的作品反映了时代的精神 这个问题 挺好的 就拿我这本书来说吧 就这本书中文版是六年前 它其实讲的是非常现实面向的一个故事 其实是基于一个真实的地点 就是在我老家我是潮汕人 我老家那边有个地方叫桂宇 如果大家有听说过就是在一些报道上 它是全球电子垃圾回收的一个中心 等于说就是一个小镇 然后所有的这些垃圾 其实都是从海外 然后通过船运什么的运到这边去 然后当地就是会有一些这样的企业 但是很多都是一种小手工作坊的形式 它雇佣很多外来的工人 然后用一种完全没有防护的这种方式去拆解 去用酸啊这样一些化学的方式去把里面的一些金属成分给提取出来 然后做一个回收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模式 但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 它造成那边所有的环境是严重的污染 包括有癌症村啊这样的一些东西 包括每个工人其实他都是严重的受到损害 因为在这些降解过程中有非常多的金属威力啊 包括这种酸性的这种酸物对肺部皮肤包括呼吸道 整个人都是会有极大的损害 所以其实当时我想写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基于这样的一个非常现实性的一个场景 但是我想要探讨的就是 如果这东西去到了西方 它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很多西方的人他可能会觉得啊 你们中国人中国政府没有把自己的环境管理好 你们自己污染自己的东西 但其实我想说这东西没有这么简单 因为所有背后的这些垃圾的生产方 其实都是来自于西方 都是西方发达国家 这个切入点是非常现实主义的切入点 但是我用了一个科幻的故事来包装它 因为我如果写成一个非虚构的 首先它可能出不了 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它会因为现实的变化 它失去这种被更加深的一种读解 或者说它的隐喻性 它的超越时间的这种价值 它会被贬损 就如果你把它写成了一个科幻小说 可能在现实里我们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可能2017年我们就开始发布禁令 停止从海外进口洋垃圾这样的一个过程 但是你会发现 现在中国它成了一个全世界生产这种电子垃圾 最大的一个国家 所以我们因为一直在跟随着西方的这种生活方式 我们不断地追求更新更快 更高级的这种电子产品 我们一直在更新换代 但淘汰下这些东西 其实它总得有一个去处 所以现在其实我们所需要处理的是我们自己的垃圾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 作为一个科幻小说来讲 它就是一个特别适合的载体 包括在里面描绘了潮汕地区本土的一些宗族文化 就是这特别根深蒂固的一种文化 就是所有的人是因为姓氏 因为血脉联系在一起 但在现在可能它更像一个企业 一样去运作 就大家都是股份制的一个公司 大家因为血脉所以形成了一个这样的利益共同体 那么包括里面 这个主角其实是 它因为受到了这种污染 这种侵害 它变成了一个 介于人跟机器之间的这种赛伯格的存在 这赛伯格也就是刚才我们在聊那个 工科机动队里 其实它呈现的一种就是人与机器的一种合体 那么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代表着一种科幻的思考 就是在它是一个非常强的隐喻 就其实我们现在每个人已经是赛伯格了 你想就是看我们手机是黏在我们的手上的 就是可能手机上还要再黏一个充电宝 就这样的一个外设的外设 它其实就像是我们的一个器官一样 我们已经在无形之中被这样的一个电子设备 或者说这样的一些工具 这样的一些服务所改变 所异化 所以这也是我非常想要探讨的一个问题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我们其实是很多时候没有意识到 我们是多深的被介入到这样一种科技的浪潮里面去 包括我们的身体是如何被规训的 包括我们对时空的这种感知 我们对包括这种人际关系之间的这种理解 比如说emoji就是表情包这样的一个东西 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多人用的很溜 但是不一定有思考过 背后它其实是有一些非常深刻的东西 比如说同一个emoji在你的父母那里 跟在你这里其实代表是不一样的意思 就是比如说一个passive aggressive的一个smile 你放在一个东方人的context里 跟放在一个西方人的context里 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表情 所以其实像很多这样的东西 其实已经在我们的生活里 非常深刻的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 对我们人与人 人与社会 人与技术的这种关系的理解 所以这其实是我特别想去探讨的 也是在这本书里 我觉得是做了一个尝试 就把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议题 放在了一个故事里 最后是有点像是一个最底层的 垃圾工人 一个女孩她被侵害被损害被侮辱之后 她变成了一个超越性的存在 她成了一个女战士 然后她带着她所有的族人 可以说是垃圾工人一起去反抗 然后当然最后跟整个系统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不好意思就是一下子没hold住 对就其实我觉得它是代表着这个时代的一些精神 大家现在大概了解了方朝老师讲那本书 然后包括陈老师自己 他考虐一题可能跟比如说陈老师 或者是我们常见的一些科幻并不太一样 如果有问题的话 我觉得现在大家可以问 关于这本书也好 或者说 是吗 不许吗 就是作为方朝的读者提一个问题 就刚才提到 科幻的改编是一个非常难需要 工业化程度非常高的一个水平才能做到 但是 方朝 就是作为读者感觉是特别适合影视化改编的 甚至你在读的时候就能感觉到 镜头是怎么运的 风镜 乃至 比如说萧教这些画外音 还有那些红彩 就感觉是一个 是 不知道是您 有 这个影视编导的这个背景 还是 您有特殊的写作技巧 在写作过程中 脑中有一个摄像机或者是VR头脑 而有这样的效果 我现在要重复一下问题 因为可能后面会再提醒 这个问题是 这个问题是 我们都知道 刚才陈老师讲了 这个科幻的影视化是一个非常难的课题 我们到现在看 中国只有流浪地球这一部真正意义上的 工业化的这种科幻影视片 但是 这位同学认为 《荒潮》是一个非常适合影视化的一个作品 想问一下 陈老师是怎么写的 他的影视化背景 他学电影制作的背景 是不是对这个写作产生了影响 然后我觉得这个可以扩展为一个更加宝大的问题 就是 我们知道你具有这个 技术的大公司的背景 变得更科幻一点 想自己写一些东西 他可能是要从哪方面去做一些准备 或者说获取一些信息 对 其实我觉得写作里面的视觉化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就是因为很多时候可能 尤其在中国很多人会寻找那种容易被改编的小说 所谓容易被改编 就是说你看的过程你知道 感觉上是很容易被视觉化的过程 但我觉得对于一个文学创作者来说 这是一个双刃剑 因为我相信 包括在三体里面最好的那些东西是很难被视觉化的 它是一些更抽象的 更加理念 更加概念性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 你说那个二相簿 你可能读起来觉得很爽很高级 但如果在视觉上你给你一片那样的东西 你可能会觉得很low 就是一个五毛钱的特效可能都不值的那样一个东西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写作过程中 这本是比较视觉化的呈现 就是我是有意识的去往这个方向走 因为当时我其实有几个参考戏 包括那个William Gibson的那个Neuromancer 包括Paolo Bachigalupi的那个The Wind Up Girl 就是他们都是这种类似于非常好莱坞式的这种 这种节奏啊场景啊这种 因为我觉得 第一本小说 我不希望它就是太过于个人 我希望还是让读者读起来 是能够得到一些愉悦的享受 但如果完全对我自己来说 我可能会倾向于写一些更不容易被影视化 更不容易被视觉化的一些东西 对但是也是需要糊口嘛 就是经济考虑 然后我觉得确实是这个是一个平衡性的问题 包括你对科技话语的这种理解 包括你对人文的尤其是文学写作里面的这种风格化的呈现 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东西 包括我会跟很多的科学家去聊天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影视项目 我们需要科学的顾问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科学家他都适合去当这种顾问 他必须要知道这个平衡点在哪里 就是很好地把握科学的真实与准确性 以及叙事上的这种可执行性 就是你不可能完全按照一个paper 你去写一个小说或者说拍一个电影 你必须要再照顾到你大的情节 大的你要表现的主题的前提下 你尽量地去实现你这个科学的准确性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而且我现在观察到 大部分有这样能力的人 他们可能就是从大概十岁左右看科幻小说 就他有这样的一个background 我觉得可能十岁左右是有一个 我不知道认知上的一个界限还是什么 这有那个神经科学家有几位在这里 我觉得他们也回头可以研究一下 或者做一个课题之类的 我是在大概那个时候我看了很多科幻 然后我觉得对我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其实唯一的办法我觉得就是多建立这种跨学科的联系 就是我们是成为一个小的一个team 我们会不断地去交流这种来自不同意见 不同视角的这种想法 然后我们寻找一个最大公约数的一个共识 就是只能是这样 就是我觉得不可能强求说科学家去读很多的人文作品 去看很多电影不现实 你要做实验对吧 你要做paper 对但是对于作家来说 你让他去读很多paper 我觉得也不现实 就是真的很多作家 他其实也是阅读能力也是有限 我觉得就是这个必须尊重这一点 包括影视圈里 中国影视圈很多的制片人啊 包括甚至演员 他其实不读剧本 他说你别给我看 你给我讲一遍 就是因为他读的话 他真的读不下去 或者无法get out 你要表达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事儿其实挺无解的 只能说我们找一些志同道合的人 聊得来的人 然后把我们自己身而做好 就是大家达成共识 我觉得挺好的 所以豆瓣是一个挺好的平台 对很多的朋友都在上面 文化沙龙 对文化沙龙也是很好的平台 对 你用这个 对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您在中国生活和这个新作 那么我们在美国和在中国有非常多不一样 有时候我看黑镜觉得有些东西 其实根本不是可怕 因为就已经在什么发生了 对 比如说在美国有些 就是说在中国有些事情可能做不到 有些事情可能相反很容易做到 比如说有些技术中国不能事情 我之前也跟你聊 像这个代孕技术 在美国是合法 在中国是不合法 对 然后但相反有一些东西是美国做不到 对 比如说注重于个人隐私 对 而不会把人类识别作为一种像安全监控的一种手段 但是中国好像感觉是一种 对共智能的天堡在这个领域 对 什么东西都可以做 什么数据都可以拿到 是的 所以说那么在这个层面上 作为一个就是在中国的一个创作者 您觉得他在科幻这个地区 能给你带来一些哪些 和西方创作不一样的一些 一些视角和灵感 对 这个问题特别好 就是我觉得去年 我们邀请两个意大利人去深圳 就是走访 然后他们第一次去深圳 然后就觉得他们是来自罗马 然后他们觉得深圳就是一座未来的城市 然后他们就是活在几千年 就是建个地铁可能挖下几米就发现了一个古迹 然后就没法动的那种 但是深圳可能一栋楼也就没几天就建起来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在中国有很多事情是在西方 欧洲美国是做不了的 就是我们在科技法律的法规的这块其实是比较欠缺的 包括你说的隐私数据安全这样的一些东西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吧 我觉得是在另一方面你就能看到很多这样的一些实验 不管是在地面上的还是在水下面 它都是以很快的速度在进行着 就是包括很多的这样一些生物实验 其实是放到中国来做 因为美国没法做 我之前认识一个中科院的 其实他有说比如说让动物身上长出一些人的器官啊 包括这样的一些东西 其实很多都是在中国去进行的 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 其实挺有意思的 就是你能够看到很多这样的一些感觉很科幻的东西 就进入生活了 比如去年那个基因编辑婴儿的这样的技术 就是一下子就是到了每一个人的面前 你可能觉得在西方 但我相信西方可能也有直播 没让我们知道就是 一下子从科幻的一个层面 一下子到我们现实世界里面 就是这是一个特别大的冲击 就是所以非常多的人会讨论这样的事情 而且他们会觉得科幻是一个挺好的媒介 就是帮助他们事先做好这种心理上的准备 就是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生活在中国的一个 一个一个便利就是现在 尤其是现在科幻是一个非常受重视的种类 而且作为科幻作家 现在在中国有非常多的国字头的企业 比如说中和就是核能公司 比如说像做那种中国太阳 就是那个小型的那个对对对就那个发电 包括很多这样核心技术的这样一些企业 他愿意邀请科幻作家去那边去访问去交流 去跟他们的技术人员去深入的探讨怎么样把这样一些中国的科研成果去写进科幻小说里面去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便利 因为我们能获得很多素材 但另外一块我觉得就是你需要去很深入的思考你怎么样去用这些素材 你要去表达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 什么样的一个导向 这其实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更关键的一个问题 因为你无法预测你的读者会是谁 你如果写的是一个 怎么说就是 我觉得可能政治不正确是在两边都会存在的一个问题 有可能在中国政治不正确 在美国变成政治正确 或者说反之都有可能 所以其实我觉得做一个创作者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自己所要表达的是什么 就是你所要提出来那个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就我一直是这种比较问题导向的这种创作者 如果写一个东西 我没有带着一个问题去思考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没有被写出来的必要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谢谢 您好 那我在介绍上面看到您是胜党双年展的策展人 以及深圳的城中村在您的作品中也有体现 所以想问一下为何您对这种城市的发展和空间感兴趣 以及这种兴趣如何影响您的写作 对这个因为其实我也算深圳人我户口在深圳 然后我在城中村住过一段时间 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 所以其实包括我的老家那边也有很多城中村 我觉得它是特别中国的一个城市化高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产物 所以我其实在里面去观察到很多的不同的阶层的人 不同身份的人包括外来的人跟本土的人 他们其实有一种非常有意思的互动共生的这种关系 所以这种关系其实很像是我们在赛博朋克里所能看到的那种 比如说九龙城寨那样的一种存那样的一种图像 所以其实我觉得可能这东西能够把我想要表达的东西 因为它里面既有技术人员 也有本土的一些特别比如说怪力乱神的这样一些人 包括一些边缘性的人 就是其实他都会在里面找到自己的一个生存的空间 那么其实是城市把所有的这些人组织起来结构起来 然后我觉得就是现在我们在中国 其实在开始提倡一个叫新城市文学 大家可能知道在中国的文学史上 很长一段时间是被所谓的革命文学 乡图文学占据主流的话语地位 那么其实如果要追溯到以前的上一波的城市文学 可能还是张爱玲那个海派的时候 就上海那会儿或者香港那会儿 它是属于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 它有很多人在写这样的都市的图形 但其实中间很多 它其实处于一个比较次生的 比较弱势的一个话语 那么其实现在我们是要重新去挖掘这块叫新城市文学 然后把这样一些生于城市 描写城市 然后探讨城市的这样一些作者作品 然后提出来 然后让更多人去看见 因为现在我相信主流的读者 还是以城市 城镇人群为主 就是比如说像老一代的莫言老师啊 他们所描写的那种乡村经验 其实离我们已经相当遥远了 所以很多时候我自己个人感觉很难进入 很难产生这种联系 但城市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主流 包括接下来可能几十年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主流的趋势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探讨的一个方向 所以我基本上我写的也是大分以发生在城市里为主 对而且我相信城市是有非常多不同的层面 现在我们可能有地理上的 我们有这种科技上的 我们有数据层面上的城市的存在 那么其实我们应该新的城市文学 应该把这些不同层面的城市图景全都囊括进去 呈现一个立体的全息的城市的形象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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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我只是帮一个朋友问 他最近这个可能事业上遇到一点瓶颈 然后但是希望呢就是探讨一下不同的这个parts吧 然后他就回顾他之前的一些自己的情况 我觉得你当作家可能是一个比较这个promising的例子 然后就是陈老师谈到最初创作这个第一部小说的时候其实当时是在谷歌 然后就想请教一下是谁要走到这个创作这条路 因为我觉得本事就是有另外一个可能吧 对 就是说一个非常体面的工作是如何决定说在写作方面更多的程度 然后可能老师刚才谈到也谈到说为养家糊稿的就是比较现实的问题 所以说就是做科幻小说创作的话是不是比较容易养家糊稿的 其实特别有意思就今年春节过后就是流浪地球火了之后嘛 一方面就很多媒体啊很多影视公司说要联系 然后另外一块就是很多以前都没听说过的人开始写科幻小说了 就是很多人会找我说啊你帮我看一下提一下意见什么的 就原来可能写财经的啊写其他的非虚构的 所以我觉得中国式的这种运动式的热潮嘛一波接一波的也很常见 但我觉得做一个作家其实我觉得他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你选择去做一个职业 或者说做一个职业转型的一个方向就是首先他是一个嗯 他是一个很需要self motivate 的一个事情 就如果你真的不喜欢写作这件事你会觉得特别的痛苦 你要强迫自己每天坐下来写个几百字几千字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对于大多数人来讲我觉得都是这样 其次他其实没有一个清晰的职业路径就是你很难预料你的东西会多大程度上被市场被读者 或者说被评论界所接受这其实有很大的运气成分 我觉得是跟艺术家是一样的就是他这种东西你写出来的东西跟当下的社会 他是多大程度上有一种共鸣有一种联系 这个是很不好说的因为风潮是一直在变的 就我也不是说因为看到三体之后我才开始来写科幻 我是从小就读这个东西长大的我对他有感情 然后你需要做好非常长时间没有经济回报的这样一个准备 就是像我可能很长时间我都是搞废对我来说可能就零花钱 就是你不要想搞废这个事情能够帮你咬家糊口 就是在中国这个是基本上不可能的事情 除非你就是超级畅销书的那个层面 那么其实大部分我知道的科幻作家他的经济来源可能是来自于影视改编 但是这个也是非常tricky的一件事情 就是经济那个影视改编它也是受到很多的外在因素的影响 比如说去年基本上没有人会过问科幻影视版权的这样的销售情况 因为在往前有一波热钱他们买了太多的这样的一些IP 全都积攒在那里囤积在那里都没有被派出来 而且可能就中途夭折了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那么直到今年流浪地球上映之前 其实大家都是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 因为很大的可能出来就是一部烂片 那么你想刘慈欣这么最大的一个IP 然后中影这么大的一个背景的一个公司 然后花了这么多钱 如果你拍出来一部烂片或者说不烂 但是市场不接受的片子 那么其实整个行业就是一场灾难 就不再可能有人说你在投钱去给你做科幻的影视改编 所以这个是完全是不确定性的完全是不可预知的这个因素 只能说郭帆导演很厉害 然后吴京的锦理体制很强 就是带来了这么一波科幻的热潮 但是我觉得真的你不好说 所以我觉得如果他选择写作 首先他得问自己能不能忍受得了这种长时间的没有收入的付出 我问一下陈老师这个自我激励是怎么办的 就是 嗯 好难 就是有些人 比如说有些人他喜欢跑步 他不跑他就很难受 就是但是对很多人来说跑步就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 你很难去说你不喜欢这东西 然后你要骗自己说我很喜欢这东西 我要每天去做它 而且重复的做它 得不到任何的经济回报 我觉得这个是很反人性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当作家绝对是 而且作家身边的人都很惨 就可能就是就是大部分作家身边的人都得不到足够的关注 就长期会有这种complain的这种情绪存在 就是对我写作的时候我的猫就会开始在我的屏幕前蹲下 阻止我打字就是这样的一种状况 所以其实人猫且如此人就更不用说了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做作家真的是很很不值得提倡这件事情 但慕名可以可能可以补充一下 对因为太羊毛 我觉得我就是我因为我是现在是只是业余来写 所以我觉得当然像陈老师这样就是说完全 作为专制作家我觉得在中国可能更不超过五个人把客观这个行业 大概就是这样的数量 然后我认识的大多数新作者包括我自己都是业余写的 都是先上八小时班把钱挣够了 然后晚上回家写两个小时或者周末写两个小时这样的 我觉得我非常希望更多的作者更多的年轻的就是有想法的 我觉得大家都是可以用高级知识分子概括 就是有想法然后有知识的这些同学来写 但是我也不太介意把这个当做一个谋生的手段 程老师是非常谦虚的 但是他包括刘宇坤这两位都相当于是我们的榜样 他们都花了十多年才真正全职 刚开始写的都是业余写 然后在因为你要你只有真正的热爱才可能在你的八小时之外 去为这样一件事花这么多精力去读去写 也是也是也是市场的一个必然规律 因为比如说像我的话我现在我大概去年统计这下我写了二十万字 当然发表大概有一半吧大概是这样的位 但是也得到了一些就是认可 但是我在豆瓣上读到最多的一篇文章也都是一万个人看过 然后还有很多人写差评说也写了什么 就如果你没有一种真正的热爱你真正去想写的话 你不可能坚持的 而且那个豆瓣那个书我一共可能拿了五十块钱没有 因为我都是不免费的 所以说 这个我觉得 我希望大家来写 但是并不希望大家就把所有的 就是赚钱的希望寄托在这个写这个 写科幻小说方面 我觉得好 就目前来到我觉得我那辆厂业需要能养养养活 这个专制作家还有比较长的时间 而且科幻真的不比别的 就是你看写的好科幻这些人 他们做别的都是很厉害的 就是工程师啊什么的就是 就他们本来就能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 包括Google是很好的适合作家的一个地方 对对我其实是觉得说就是科幻真的不容易一些 好 谢谢 我想问一个关于科技科幻和艺术结合的问题 因为现在很多艺术家都借鉴这种科幻想象的作品 但已经不仅是画画和作雕述 艺术家也有一个科幻团队 科技技术团队 那么像最近一军突起的一个叫生物艺术的流派 就有艺术家他在实验室里面可以用转基因的技术 培育出可以发绿色银光的作品 或者说有的艺术家他用那个人体细胞 利用体外移植 培植的钢子法就是培养出人造肉 然后积累介绍皮衣 然后在摸马展出 展出的过程中因为它过快的繁殖 所以策展人不得不把它给停掉 把那个攻击停掉 于是成为一个被策展人谋杀的艺术品 那么我想问一下您是怎么看待 这种艺术家磨用 都说滥用 割演剧 来进行艺术创作 里面涉及到能力的问题 对我觉得这特别有意思 就是我觉得艺术家是 嗯 他其实是很多时候他对于现实的理解和把握 是超前于理性的就是很多时候 他是用一种直觉性的东西 他是把握到了一些尚未到来的一些趋势 或者说一些时代精神的脉动 那么其实他需要用一种艺术的方式 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形式去把它表达出来 那么在这过程中 我觉得肯定会有一些激进的表达 比如说您刚才说的 谋杀了一件自己的艺术品这样的一些方式 那么其实在伦理上 我觉得所有的艺术品 其实在最早比如说一个流派出来的时候 它肯定都是充满了争议 因为它代表着一种对现实的阐释权 它是一种对现实的新的叙事 所以这样的一种新的东西肯定都会带来 与原有的一些叙事 包括意识形态的这种冲突 所以对于我来说 我其实是乐于见到这样的一些激进的尝试 而且我觉得这样的尝试其实很有帮助的 不管是对于大众 对于科学界 或者说对艺术界本身 它是一种很好的一种反思和一种刺激 就是有可能 你平时在很多的媒体啊 或者很多的官方的一些渠道 你去讲这种伦理问题 没人会听 但如果你用一个艺术作品 一种激进的方式 去吸引很多人的注意力 那可能他就很多人会去讨论这个事情 所以其实我在这本书里 一开头就写到一个非常激进的生态 环保组织的一个行动 其实我里面写到的跟你说的这非常像 就是有外部舆论的质疑 有外部舆论的这种讨论批判等等 但是这个组织本身他觉得说 我只要吸引到了大家的这个注意力 我只要提起了大家对于这个议题的关注 那就是值得的 我觉得作为艺术家来说肯定也是这样的 对 谢谢 全力在他手里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说科幻小说是一种跟反应现实的状况 然后我觉得就是说作为同样的通过科幻小说来反应现实现象 全好紧张 我觉得你们在国的短片都是基本上是很类似的 尤其是人工智能创法的发展对于这个社会的产生的意思 我就想听一下您本人让你把你的作品做一个比较的 你会有什么样的意思 对 对 警方也是我特别好的朋友 然后我们也有一些经常交流的一些机会 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出发点很小我们都特别问题导向的一个一个出发点就是去思考一个议题 然后以这个议题为一个一个种子 然后我们去创作一个故事 那你说不同 肯定每两个作家都是很不同的 就是我觉得她作品可能女性视角的部分会更多一些 可能会尤其是她有很多的她是天体物理加上金融学的背景 所以她很多时候我感觉她背后虽然她是个女性 她有很多时候是用女性的视角去写 但她输出的逻辑是非常数据化的 她是有一套非常严谨的这样一个推理的过程 然后导出她这样的一个故事行进的一个脉络 所以对于我来说她其实很多时候写作比我理性 就是我很多时候会有一些比较随意的一些 比如说文学性的这种枝蔓的这种东西 但她我觉得她是非常精确的在控制她的整个故事的走向 包括她的结构等等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她就是比我要更加硬一些 对就是这种感觉 是否你去北大发行吗 这也没有 对这也没有 我觉得这个应该没有吧 对 谢谢 我问一个问题 今天讲座可能关系大一点 就是我们也是这个从小的时候看客观 然后我们小时候看的客观 可能更多的是阿斯科拉克这些 然后她跟现在的这个工潮是差的很多的 然后现在像如果讲这几年提名的这些可能都是对现实生活很多的反应 然后她跟她跟这个就是很多科画迷会怀念这个黄金时代的东西 然后包括皮特德尔在几年前在这个是纽约时报的纽约公司上写过一篇文章 他说五十年前科娃小说更多关注的是怎么样把人送出这个 送出地球的太阳系 现在科娃小说更多的关注的是大家怎么样打架 然后怎么样这个 这个在这个电脑上做一些事儿 然后以前也听过一种批评说 现在全世界最聪明的这个头脑在研究怎么样多点几个广告 然后我的问题可能就是说 就是这个作为一个创作者来说 就叫这种这种这种创作的风潮的改变 更多偏向现实的这个reflection这种这种变化 是文学艺术本身发展到今天自然带来的 还是说他跟这个整个环境的这个科技时代 大家不再关注这些东西了 也可能两个两者都有 包括杨泽宁好像上个星期说 中国不应该把钱放在这个大西里头上 这些这些这些说法 我觉得可能都反映了一个风潮 然后那你觉得现在是一个好的时代吗 还有你觉得未来是恶观还是悲观 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小时候读过的小时候就特别精彩 就是对然后有有些人可能会回过头去再看 但可能发现有些也就那样就是对这种good old days的这种心理学上的这种效应 其实是一直存在的 包括在中国可能大部分的科幻民是从科幻世界这本杂志去了解科幻的 但科幻世界的风格其实很大程度上受到编辑的这种个人偏好的这种影响 所以整个科幻世界其实非常黄金时代的这种风格 所以当然不能否认黄金时代确实是他在情节性包括他在这种人物啊 包括这种可读性其实是很强的就是强于可能很多后来的这种流派吧 但我觉得就是这东西要历史性的去看肯定是内部的发展规律 所以文学的发展规律跟外部世界的这种影响是肯定是会都会有的 然后包括你看像美国在他太空计划最盛的那几年 其实就是他太空科幻最兴盛的那几年 就是其实他是有很强的这种关系 就是包括现在我相信接下来可能中国也会太空科幻也会兴盛起来 因为中国马上要有那个太空站了要要登月要去那个那个火星等等 所以他是有非常强的这种话语在背后去驱动这样的一些叙事的力量 所以我觉得对于个人来说 其实我觉得可能每个作家都有自己focus的那个领域 就是你永远就是有自己想写的东西或者不那么想写的东西就是 但就是我觉得这不能说好或者坏吧 我觉得每个时代都有好跟坏的一面 但我觉得现在对中国来说中国科幻是挺好的一个时代 就是肯定是就比起前面几年或上个世纪那种状况 肯定是现在是最好的一个时代 那么在这个时代其实我觉得我们能做的也就是多写 就是写得更好 然后吸引更多的人来加入这个行列 但是很苦就刚才我也说过了就是 但确实如果你做好了这个准备 那么我觉得现在作为中国科幻它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然后我其实个人来说我对未来就看你怎么定义这个未来 就是未来的区间可以很长也可以很短 就我觉得有生之年我觉得作为我来说我是挺乐观 我觉得能看到很多事情的变化 而且我能体验到很多比如说可能我的父辈他活几辈子 他都体验不到的这种体不一样的一些生活 包括可能去上太空包括我们可能活得更长 我们可能也能磕笼自己啊或者什么的就是有非常多这样的可能性存在 所以我觉得对个体来说我觉得只要你能够承担这种风险 你就是不怕受到各种不确定性的冲击 我觉得这肯定是一个未来肯定是会不能说越来越好 但是永远会有更多的惊喜在前面等着你 就是我反正比较open 就是哪怕世界末日了你能见证世界末日那不也挺好的吗 对 首先就是感谢分享 然后我可能想提几个问题是针对台上两位写作者的 可能是针对写作本身比较personal的一些感受和建议吧 嗯 不好意思 就是因为我是平时是写论文的那种 不会写这种幻想型的文章 然后我经常个人会有一些比如说觉得回头写自己写的东西特别垃圾 就是特别frustrated 有的时候就会就很想了解 尤其是陈老师现在是专程作家 当然也在做其他事情 但是作家是你的职业你是怎么应对这样的压力 或者是怎么处理这种事情的 除了啥包以外 然后给我有帮助 嗯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的话 我觉得写作尤其是科幻作品写作本身 嗯 一个是老作家 一个是新作家 但是我觉得写作本身是一个解理性与感性与一体的东西 尤其是陈老师刚刚讲的是就是问题导向型的 那在写作的过程中 是怎么能够有意地hold住自己发散的思维 也就是说感性的部分 然后把理性你想真正想说的东西放进去的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挺难的 就想了解一下内心的想法 还有一个就是我一直很好奇 嗯 有的时候大家会说文如其人 包括有的时候你是 故事是以何种视角展开 比如说刚刚你讲荒潮是从一个 遭受过轻态的女孩子的视角展开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有时候会想 那作者有没有把它的一部分移情尾代入进去 包括你的很多作品都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背景来的 有点好奇这样是怎么来的 你要先给人是先建立故事 然后还是先给人目做一个profile之类的东西 对大概有三个问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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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稍微小回答 哈哈 其实呃 第一个就是说会不会觉得自己东西很垃圾 对会绝对会 就是作家一直就是每天挣扎在啊我好牛逼我很傻逼的两者之间来回游一 就有点像是双向障碍的那种感觉 对那就是嗯 很多时候我觉得就是你对自己写的每个东西 有个预期 你会有一个大概的坐标 然后你要他往哪个方向去呈现到一种什么样的水平 或者说什么样的状态 呃对我来说我基本上是能manage 就是他不会偏差太远的一个状态 但是这个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一个练习才能达到的一种 他有点像是运动员 他其实有肌肉记忆的这种成分在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没有捷径 可以说就是我觉得写作就是它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 包括你做呃你的读者 你受到的关注度也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 就我不太相信所有的天才说或者说这种就是中彩票的这种说法 我觉得所有的这些努力都是一步一步得来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呃 其实写短片跟写长片是很不一样的过程 啊长片其实我是会非常细致的去做整个架构 包括细致到每个人物呃的你像你说的profile 包括他们在每一个章节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各自彼此不同线的这种交织 所以我会用一些工具 比如说像一些卖manager啊 包括我会用scriber呢 就是一个专业写剧本的这样一个软件工具 去做很多这样些事情 就是他帮你去梳理很多的素材 然后帮你去整理整个的架构 但短片来说很多时候你就是从一个很小的想法 有可能是一个词 有可能是一个意想 有可能就是一个你身边的人物 你觉得他某个点特别有意思 然后你会围绕着他去想一些这样的东西 有可能就是一个科技点 就是他任何的可能性都是有的 就是但最后的结果 你要让你所有的这些层面都coherent 就是他们不能说是往不同方向去离散的 他们要表达的东西应该是在同一个层面上 同一个方向上 就是他能形成一股合力 所以这个其实是很难的一个过程 因为有时候写着写着你会觉得我又走偏了 对我本来想说的是A 但是我写着写着就写到B了 就是会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很多时候你需要不断的去提醒自己 推翻自己 然后去重新调整你的方向 对我觉得就是一个不断的反省自己 包括现在回过头去 六年前我写这本书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是直觉导向 因为我没写过长篇 我不知道怎么去写长篇 所以现在回过头出这本书的时候 编辑给了我很多的意见 所以我觉得是在这个出版过程中 特别受益的一点 就是美国的编辑会给你特别细致的意见 细致到一个词怎么用 或一个词出现很多次 他会说你这个太重复了 换一个词就是会特别细致 但中国的编辑很多时候你又给他 他就照样发表了照样出了 就是他不会给你太多的意见 所以我觉得编辑的力量 其实是帮助一个作家不断的去crafting你的作品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外部的视角 因为你自己看自己的东西 其实有时候你陷在那个惯性里 对你没有办法发现你的不足之处 但这时候你需要个外部的视角来帮助你去揪篇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你写东西 然后最好有一群几个吧 你熟悉的信得过的朋友 就品味你觉得是ok的这样一些朋友帮你去看 然后给你提一些意见 但你要接受他们提出一些不好的意见 就不会说就是翻脸翻脸或者是拉黑这种就是 对我觉得就是这种feedback feedback 然后形成一个loop 我觉得特别重要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看每个作者 他的道路是不一样的 就是我最想看就是写 写写小说之前看过一些 就比如说诺对演讲里 或者是卡尔梅诺他们讲的 就是他们怎么创作的 然后我发现包括一些文论的东西 就是作者和作者 包括人和人之间他想的东西 就是他的方式 路径可能完全不一样 但都是非常好的作者 有一个很好的说法 就是有的作者是结晶型的 有的作者是火焰型的 包括昨天陈老师刚教我 有的就说有的作者是gardner 有的作者是archetype 就是你可以体会一下这个区别 当然可能有些人就是结晶和火焰都混合 看见那个比例更高一些 或者是gardner和archetype都混合 我这个人是一个结晶程度相当高的人 所以就是我非常engineering 就很像一个 对就是我会 首先我写的故事 我不是先想人物 也不是先想故事 我是先想一个概念 我会想写一个概念 我觉得有些非常重要的概念 尤其是来源于理工科的概念 根本都没有人写 我为什么没有人写 我觉得这概念太好了 我一定要告诉大家 但是我又不想写paper 我也写不了paper 所以我就想给他编个故事 把这个概念放到故事 当然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 也不一定所有人都能看明白这个概念在哪 但是这个都是我 然后我会在这个概念上也包故事 就是作的讲 他的场是对我影响非常大的作者 因为我觉得他的路径就是这个路径 他是去先想一个概念 比如说他的作品《医生的故事》 他是先想OK 假如语言能够影响人的思维 假如我们有一种共识性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我怎么去写这件事 他会想在这个概念上想一个故事 我的我的个子方法跟他一样 但是我知道更多的作者 更多的尤其是主流的 他们更多的是比如说 想表达一种人物 在某种困境困境他的挣扎 或者说是奋斗 或者说他们就是被一种 非常优维的情绪 一个场景激励 来延展成一篇故事 这个就根本就就就跟我的 我的这个pro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是 只是想看你想写什么 然后根据你想写的东西去多读一读 比如说你觉得非常好的作者作品 然后看看他们的路径是怎么样 嗯 就是这样 哎 你好 我想问的问题是 我记得您是中文几倍的解决类 就是说从刚才的整个幻灯片 包括就是说大家提问的这个问题来说 我觉得嗯 我本来以为就是说今天的这个探讨 可能会就是科幻文学 科幻文学就是说科学和文学嘛 对吧就是说 但是我觉得您刚刚的幻灯片里头 绝大部分的东西还是集中在就是科技 比如说啊科幻小说对于现实的这些 就是啊技术开发呀 或者说我们比它偏想出来这个概念啊什么的 就是我觉得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方面 呃然后包括呃比如说国内就是转硬科幻之争吧 这可能就是很多年的一个探讨 我觉得国内就是说科幻的读者很多就是说 可能还是比较偏硬科幻 但是如果在就是英语的这个环境下 跟读者交流的话 我觉得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就是说 喜欢非常转的那种科幻 我想知道就是比如说呃 两个问题吧 就是第一您这个幻灯片的 所以不能先问这个切入点 又说因为一个会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个切入点 因为对于这个现象 digest 你会说软硬之分的在中西方这个 我觉得文学其实是一个比较主观性 比较强的一个话题 尤其是现在包括科幻文学 在主流文学界看来也是 其实长时间是一个边缘性的存在 比如说儿童文学这种 所以包括三体 其实在很多主流评论家的眼里 它是缺少文学性的这种东西 对它是某种程度上 这就涉及到其实今天讲的 就是科幻文学它本身的这种特质 它不同于传统 比如现实主义文学 它有什么样认知上审美上的 诗学上的这种不同之处 那么其实我觉得文学 其实我现在理解它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 它不光是我们原来理解的那种文本主义上的文学 我现在觉得它就是一个大的叙事 那么其实我相信所有的 今天我讲到这些 它其实都可以融入这个大的叙事里面去 就是科技的这种叙事 它其实本身也是一种文学的体现 因为我们接受所有的信息 我们理解每一个技术 包括我们生活在这些社会里 每天接触到的所有的这些 带有科技话语的这种存在 它其实是一种文学的体现 因为我们对世界的认知 是由他们来形塑造成的 所以其实如果你说文学 我可能是中文系出身的 但我觉得我对文学的理解 可能跟我的老师啊 或者跟我的同学都不太一样 我更倾向于它是打通不同领域 不同学科的一种大文学的观点 包括现在我们跟很多的学院派的人 我们也会这么说 就是说你不能光从文本 就是单一的文本 你从文学的形态去理解它这东西 你要看到它背后更深的一些东西 包括它跟各个领域 跟各个学术背景 跟历史 甚至跟这些科技界的这种话语 它是怎么样去形成一种 公联这样一种互动的关系 这也是我觉得 以后文学必须走的路 否则它就会把自己给 越来越小圈子化 越来越孤方自赏 越来越把自己玩死 所以我同意说 那个说大刘 比如说三帖文学性 如果用传统的文学观念来说 它确实文学性差 它确实人物可能就是有一些扁平 或者说简单粗暴处理的一些方向 但是我觉得 就它在另一个维度上 它超越了所有这些不足之处 就是它在某一个点上 就是它这种宏大的想象 这个方向上 它做出这个努力跟突破 盖过了它所有这些缺陷 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需要去辩证地看 如何评判科幻文学中的文学性这样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软硬 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 现在我们已经不太谈软硬了 对对就是 我觉得有点过时的这个概念 多多谢两位的精彩分享 刚才车老师说那个IDG聘请的那个刘老师 然后作为未来学者 因为我之前看过一部这边美国的一个12年的一个纪录片 就是当时是Intel 然后他其实已经雇了很多的人类学家 然后社会科学家 然后包括科幻作家 也是做一个未来 然后让他们今后 因为他们的头组织非常长 我想问一下 比如对比中国和美国 关于未来学者这个 他们两国的这个效果怎么样 然后关于产业不互动 而且是不是您个人一个未来的一个考量 未来学其实在西方已经很漫长的一个时间了 对 但你说效果我觉得很难去估量 因为很多时候他可能未必能真的去影响一些决策层的一些指导意见啊什么的 但我觉得从中美两国来看 中国其实有很漫长的这种 他有这种外参的这种历史 就是你会发现非常多的科技政策 他其实是在外部专家 比如说苏联专家的参与下 制定出来的 所以其实这有点像是我们不同的国家 其实生活在不同的时间线上 有时候我们需要借助一些 在我们比如说中国如果回到几十年前 你去看西方 他们就是活在未来的时间线上 他需要借助一些这样的一些人 他的一些未来导向的观点去给我们一些启示 那么现在其实中国我觉得有点像反过来了 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情其实是可能更快于西方或者说一些国家 在技术方面会发生的一些事情 就我二月份刚去了柏林 参加了一个是地缘政治的会议 他探讨的议题是2035年中国跟欧盟在科技领域可能出现的一些情况 就是然后我是作为科幻作家 因为最后我们是分了四个象限 就是可能出现的四种情况 然后每一组上去做一个present 是讲一个故事 就类似于一个未来发生的故事这样子的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 西方或者说那个很多国家 就是德国这样的 他们已经用非常多的这种科幻的叙事 然后帮助他们去做一些这样的一些研判 就对未来的地缘政治啊 国际关系啊 包括科技政策啊 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 去给他们的政府机构去给一些支持 或者给一些参考 但中国其实可能现在刚刚起步 就是我觉得一方面也是作家群体还比较小 然后另一方面需要我们的这个政府的这个层面的人 他需要接受这样的一种思考 因为他代表着一种是思考模式的变化 其实他不是一种 原来我们是从历史data里面去找到一种pattern 它是从未来去倒推到现在的一种不一样的pattern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但是我觉得在两边之间就是会有更多的合作 其实现在能看到很多的这种交流 对谢谢 好 今天时间差不多 那我们这边时间给这个银售吧 那么大家如果还有问题可以私下再交流 谢谢 谢谢 对对对 感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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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